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一切法从心向神 佛法无论哪个法门 无论哪个宗派 信是第一个条件 进途宗信愿信 三字两 谁没有信心呢 什么都不能成就 这个是心严居业条件 那个老师对学生 看什么 就看学生的信心 看学生呢 对老师的这个尊敬心 他真定于一片虔诚 这个学生可教 他能受教 他能接受 他能医药奉行 他能够学得好 如果信心不足 礼貌不足 不是很诚恳的样子 老师就敷衍敷衍就好了 为什么呢 教不成呢 怎么教他都没用处 他不会接受 那么对鬼神也是如此 所以你给他做三规 给他送金 给他念佛 这众多鬼神 这一不一样 也是如此 这鬼神对你有信心 他得的力也大 对你没有信心 他得的力也少 一个道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刚刚大复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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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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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今天有32个提问 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 首先是中国同学的提问 一共有十四题 第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依照老法师的教导 以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 每天天经四项时 这样的方法来学习 但与家中自修 缺乏到寺院共修的外缘 能否自在往生 这个念佛求生净土 最重要的外缘呢 就是不受外面环境的干扰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有些时候 这个家里面修行呢 比在寺院还殊胜 如果寺院里面 没有这样好的住院 没有这个真正好的念佛堂 如理如法地护持 在外面人多 古人讲的话 还是有道理 知识多时烦恼多 设人多处是非多 人多了就有是非 反而不能成就 所以自古以来 这个真正成就的人 你看多半是闭关 它跟外缘完全断绝 你从这里想想 你就知道 护官的人很尽心 很负责任 能把外缘都给你堵住 让你的修行 这个环境的清净 一天能够听经四个小时 念佛十二个小时 这是一般最少的 那么当然最好呢 念佛的不能中断 才真正能达到自在往事 那么最近 这个深圳黄居寺的历子 非常值得参考 她是闭关 她是闭关 直语 三年 三年不说话 每一天 读 我不知道她是 至少是读 两部无量寿经 她也不听 她就是读经 早晨对一步 晚上对一步 佛号不中断 所以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 再念 她不跟别人讲话 别人也不会跟她讲话 所以她心是定 那么闭关三年呢 她是两年十个月 还有两个月就 就圆满了 她就预知识之 就往生了 那么她给我们 做了一个试验 就是 进宗发门 念佛求往生 三年到底是不是真的 她非常认真地来干 果然 三年成功 所以这个自己 有决心 最重要的是 你要放得下 你还有牵肠挂肚 放不下的 这就不行了 你三十年 也没办法往生 真放下了 彻底放下了 那么你的家庭眷属 对你了解 不会干扰你了 这个才重要 如果家庭眷属 常常来干扰你 你已经 你麻烦就来了 所以这个是 寺院跟家庭都不一定 主要就是 这个环境 家里环境好 家里那么 这个寺院有这个好的环境 也是很好的作业 第二个问题 就是有同修 在家修行 单提一句佛号 不度金 也不听金 三个月下来 感到绕佛室 天天有莲花跟着 礼服